大家好,歡迎收看這次的大人玩具開箱,我是Jacky 這次我們一樣來介紹 Duck Blood的Joker Part 2 Part 2的部分我們會介紹主要角色,介紹一下底座,發光也跟之前都一樣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底座的部分 這次底座比較特別的是他特別針對 他的獨輪車去設計一個固定獨輪車的方式,所以你可以看到 底座有做一個固定獨輪車的 一個特別的方式,然後 再來上面這個,這整個軟管都是鐵的,不能說軟管,就是整個 底座都是鐵的,然後這邊呢 上面有磁鐵是可以彎的,然後吸住主角,那剛才 在前一集有說就是 官方露座的磁鐵的部分,所以他並沒有辦法吸住,如果你希望吸住你要自己 拿一個鐵塊,用膠帶把它綁在 黏在主角上面的樹體,讓他可以去做吸住,但 就算沒有吸住,他坐在獨輪車上也是可以做 踩動的部分,那接下來整個底座呢有一定的 細節程度你可以看到 各面的角度都有酷頭,而且我覺得這次的底座的整個質感 比上一支更加的提升,上一次的岩石呢 其實塑膠感還蠻重的,然後 上色的感覺就是一般,那這次的底座呢 上色的感覺就非常 到位就是有呈現出酷頭的感覺,那底座一樣是 有發亮的效果,所以一樣這個遙控器呢,你去按按 那只是你要注意一下,就是對的位置好,因為 他這種外線太底下,或是沒對到位置 按會沒有用,所以你必須要在上方 你就可以看到按上去它會亮,然後一樣有加減 可以去調亮按的部分,那這個是底座 的一個細節 然後同樣讓大家看一下底座的特寫,那這個底座特寫你可以去比較 前一個影片你就知道了 這次的底座真的 比上次好非常的多,包含 銅鏽的感覺,然後整個 鑄鐵感 或是銅的質感 真的呈現出 很棒的一個底座,那底下一樣裝三顆電子,雖然 這個 一樣是比較 Tuber的成份的感覺,可是 從上面看不出來,整個底座 做得非常的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主角 首先呢,我們來看一下主角頭的細節 那主角 的細節真的是 做得非常的 驚人跟可怕 你可以看到整個臉上色的 感覺跟效果,稍微 因為現在裝在轉轉熱上面 所以你可以稍微轉一圈看一下 他的各個角度 其實做得非常的 細緻,然後這上面呢,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橡膠的 然後底下的根部有 掉了骨頭,那骨頭是 金屬的,然後所以這邊掉了一圈骨頭,然後放耳朵這邊呢 他也有掉那種骨頭質感的骨頭 好,那整個人呢 跟臉就是非常的 那種骨頭化的感覺,然後上面這個角也是可以轉動的 好,然後我們讓他轉正之後先不要動 好,那接下來來看一下 所以 你可以看到上面這個角 這角其實是可以轉動的 所以他有 可活動的部分,然後這個褲頭呢 也呈現了非常有質感,然後 左右還呈現不同的鼻頭的顏色 一個是紅色,一個是 藍色,所以他做得非常的 細緻,然後這頭也會亮,跟上次一樣 打開頭之後等一下我們再講,眼睛按的時候會亮,然後 他整個面罩的細節,不能說面罩,整個 褲頭細節,你看到他的牙齒 牙齒可以感覺出來就是非常 一顆一顆非常的 細緻,我再稍微特寫一下,讓大家看一下 為什麼他牙齒可以做到 這麼細緻 其實他應該就是真的 一顆一顆做完之後 再黏上去的 而不是一般 我們想像中直接雕刻,你如果直接雕刻 牙齒絕對做不出這樣子的細節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牙齒呢 的立體感跟細緻度 做得非常的棒 好,這是他的 牙齒的部分 那頭的部分呢,剛才說過他是 跟上一隻一樣是磁鐵式,所以 可以把頭拿下來 拿下來之後這邊有一樣 有一個按鈕,一按之後他就會亮了 那裡面你可以自己連上那個 影片啊,你就會覺得他很亮,不然 他其實那個燈不怎麼強 因為這我也沒有開過 所以他就已經沒什麼電了 也不能說沒什麼電啦,可能我覺得真的是他 眼睛比較不亮,就是 設計的關係,那 在網路上有看到人家說 把 上面的天靈蓋那邊稍微貼一下那個 錫波紙,可以讓他把 亮度反射出來,就可以呈現非常亮的 就會比較亮的效果,沒有到非常亮 好,那你可以看到這個 可怕的 細節跟紋理啊,你可以看到包含這上面都有還有 小小的骷髏頭跟小小的骷髏頭的 雕刻喔,他在 任何一個細節上其實都 非常的 細緻而且不馬虎,包含這邊 雕刻的細節 好,這是比較 可怕的一個 地方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身體的部分 身體的部分他有一個脖套,這個脖子套住的這個上面呢 其實也是刻的非常有質感 好,那他是一圈的 然後上面這個 外套他就不方便脫,因為他連到 手臂 然後呢,上面這個還有 他的 紋理也呈現出舊化的感覺 跟 銅的感覺,然後 這個是一個褲頭 咬住這個圈圈,這圈圈還可以 可以拿起來 然後這圈圈 拿起來的感覺還是金屬的 好,這因為太輕了啦,我沒辦法用手感去 確定他是不是金屬,可是我覺得拿起來 像金屬的 一個鐵圈 然後一樣 轉一下大家看一下 各個角度 然後他有說上面這些小 卯釘他是有附 三個,就是如果不小心掉了,你可以做替換 然後小的 骷顱頭 在他其他黏的 手臂上面有那種小的骷顱頭 褲頭褲的兩個,然後這個皮革質感蠻特別的,你可以看到 有點像蛇皮那種紋路的 一種質感設定,那衣服其實 蠻多地方用皮件 的方式去呈現 然後背後呢,也有自己 獨特的一個 紋理,你可以看到背後 這邊有他的 紋理跟形狀 好,這個是他整個 上半身的部分 然後他有一個披風 但是他並沒有說明書說披風怎麼裝啊,那披風前面這邊也有兩個 褲頭的形狀,你可以看得到,而且這兩片的 形狀是不一樣的 那你可以稍微近一點,讓大家看清楚一點 好,這是 左邊 然後這是 右邊,都是骷髏頭,但是 是不一樣的 圖騰 那底部呢 有鈴鐺 所以你可以聽到 鈴鐺的聲音 然後這個披風,說明書並沒有說怎麼 怎麼穿啊,因為沒有說明書啊 說明書上面沒有講到這個,那我猜測呢就是 就只是這樣子披上去,也並沒有什麼 特別的 著裝方式 好,那披上去之後你就可以看到 這是 披上披風的效果,雖然我覺得不披披風比較好看 好,那披風呢他不太會影響到 裡面因為披風 他是一條一條的 然後因為底下有 叮噹 是金屬有重量 所以他會下垂 所以 他就會還蠻服貼的 就是穿在上面 好,這是 他的一個披風 那了解之後,我們把披風拿下來,讓大家繼續看一下 全身的其他 地方 可動的部分,你可以看到 其實我覺得這次樹體比較鬆一點,或是 手臂會被衣服卡住,我手是沒辦法平舉的 他會 往下垂,你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我沒辦法擺平舉的 姿勢,雖然他的可動可以 動到上面,可是他會 垂下來,就是有一點鬆啦 那其他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在 這邊你都可以看到小小的 褲頭,他有附了兩個可以讓你做 取代的部分,那彎的角度彎太大呢 他也會有一點點會 回彈,但是基本的動作絕對都 沒有問題 好,這是 這隻腳身,因為他衣服 也沒有什麼地方會卡住 然後背面呢 稍微轉到背面 就可以看一下背面的 皮衣的質感,就是有點像我說的那種 蛇皮的 感覺的一種 皮質感的呈現 然後腰帶的部分你可以看得到就是他還是有 一個愛心的褲頭,你可以看到這是腰帶的形狀 然後把它拿起來 裡面處理是黑的啦 然後他不算真的有腰帶,他就是一個皮褲 這邊有兩個 愛心的一個 形狀,然後轉到背面去 背面呢就是一個像燕尾符的一個 形狀,然後你把它翻起來他就 就只看到一個拉鍊 好,這個 就是你要黏 樹體黏磁鐵的時候,你必須從這裡去 解決 然後 衣服跟褲子裡面都有點像這種 有點像橡膠,但它不是橡膠 就是布料,然後壓成一條一條的條紋式的 效果,那腳的可動 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就是 一樣雙重關節,雖然你凹到最上面有點會回彈 可是正常的可動範圍下是沒有問題的,那鞋子也是 非常 細緻的一個就是 打勾勾的鞋子,就像Joker的一般 鞋子上面有黃冠的感覺,然後這邊有一個 Joker的形狀,等一下特寫讓大家看,然後上面這邊也有 骷顱頭 的 形狀 那這是 他的一個鞋子,然後我特寫一下 鞋子讓大家看一下細節 你可以看到鞋子的細節 就是一樣非常的細,而且鞋子這邊呢,鼻子一邊鼻子一樣是紅色,另外一邊一樣是 藍色喔,跟他的 頭上的那個小褲頭做 相呼應的 部分,然後鞋底呢 也是非常的 有一個愛心的形狀,你可以看得到 所以 全身的各個角色,其實都非常的不馬虎吧,後面的 燕尾服 還有一個小小的褲頭 在這邊 好,所以這是全身非常細緻的部分 最後呢,全身的轉轉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各個角度的 部分 這隻呢真的是 必買的一隻角色喔,我覺得 雖然他的定價跟一般能夠比起來稍微略高一點,其實他後來定價都很貴啦 那如果跟這隻比起來,這隻真的誠意滿滿喔 保證你買了之後覺得他是 物超佐質的一隻角色 在這裡推薦給大家 在這裡推薦給大家 那最後呢,也謝謝大家收看這一次的大人玩具開箱 那體外化他的第3隻預定快要開喔 如果你對定他第3隻 有興趣的話,你也可以到我的大人玩具的 FB的粉絲團去 詢問 那不久之後會開單,然後 有興趣的就別再錯過,我覺得 人偶呢 少數做的這麼 有質感跟有誠意的,除非你真的不喜歡 恐怖的,其實我很少收恐怖的喔,那這一系列呢 算是我覺得非常超值的一個 部分在這裡推薦給大家 謝謝大家收看這一次的大人玩具開箱,希望大家可以持續關注大人玩具開箱新品介紹 同樣任何需要預定的商品或是需要配合廠商 都可以與我聯絡,那謝謝大家收看這一次的 Duck Blood的一個 Joker的大人玩具開箱